红薯含粉率一般在20%到25%之间 理想状态下100斤红薯最多能提取出25斤淀粉 但在实际操作中肯定是有损耗的 如果是低成本的传统沉淀亮晒提取工艺 容易出现粉碎不彻底 净化不过关的情况 有15斤就很好了 要提高淀粉提取率 首先得看你用的红薯品种 专业搞淀粉加工的 都会选择港秋地产出的红皮白芯的红薯 不仅淀粉含量高 出来的淀粉色泽也白 另外如果你想提高出粉率 在粉碎设备这块 推荐这家很好用的打粉机制造商 用过的都说好 100斤红薯能再多出3斤粉 高速转动的加大滚筒上布满刺钉 配合二次旋刀强力粉碎 有效保证粉碎细度 淀粉有离率高 两极筛分淘洗 更易冲刷提粉 及大地提升了淀粉提取率 浅泽在萝卜尼台上